一 二 三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SiteChat 我是Inside的編輯Mia 我是Vox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了9EAPP的 產品長 李昆某 李昆某先生 大家好 我叫Happy 名繪的姿勢不是很習慣 行走江湖大家都叫Happy 好 第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叫Happy 我們知道那個 該不會鋼鐵有沒有Happy有關吧 不是 後來發現很多諧星都叫Happy 沒錯 不過那個根源是很小的時候 因為小時候住中南部 所以我的皮很黑 所以它其實是源自於Happy 所以就叫Happy 因為我也沒問過這件事情 這個典故很少人知道 所以 我們知道9EAPP已經上市了 那我們 我們聊一下你的背景 就是你大學是什麼科系什麼背景畢業的 呃 嚴格來講 我其實念過兩所大學 那第一所大學是念清大 我是念機械的 然後就被惡意了 蛤 為什麼 就 你知道嘛就是 玩太兇嘛 哇賽 而且我還是念到大二 因為就是玩了五個社團 然後還接了一個 呃 類似社長嘛 對 然後就沒有時間再念書 對 五個社團 我可以了解的是 哪五個社團 怎麼弄到五個 要聊得這麼清楚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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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就是來聊人事 我們就是來聊聊天的 對 順便講兩個 同軍團 哇靠 突風無社 哇靠 現在這些東西都還有嗎 應該有 你不要這樣啦 社團還是很不錯的啦 對 我有說哇靠是很厲害的啊 就是你 你現在年輕人可能會說 我是樂武社 我是這個 我不知道 科學社之類的 對 都是比較 古板的社團沒錯 OK 所以就 反正就參加五個太忙了 然後就被 就二一嘛 然後就重考 以前二一很容易啊 因為以前就是 一個學期不到 不要那麼多人二一 可是我覺得後來 不是 後來政府不就改成 就是變雙二一了嗎 但是後來啦 我反正 我們是比較古老的那一派 所以反正就一次就過了 然後所以就重考 重考 然後就念台大 就念台大 就回到資訊嘛 就到資訊 我是念資管啦 不是職工 職工 OK 所以你是屬於 畢業就創業這種嗎 其實 因為我知道你的節目 都在聊創業 對 那我 我其實 也跟 也跟之前幾個來賓 蠻接近的啊 我是99年 就開始工作 但不是創業 我加入一家創業公司 叫 優勢網 喔 妹姐OK 他是我的第一個老闆 老闆 喔 那時候優勢網做的是愛情國小嗎 對愛情國小 OK 那因為那個時候就網路剛起來嘛 對 然後老實講我也沒有去應徵啦 我是還沒有畢業 然後就被同學介紹說 要不要去打工 然後我就進去優勢網 就去打工了 那時候他們還在一個很小的辦公室 大概十個人左右吧 哇哇哇 所以那個時候 講一下愛情國小是幹嘛的 愛情國小是交友嗎 呃 這樣好了 我講 我做什麼 OK 好 因為其實 當時就是雅虎那個年代嘛 連Google都很不強 對 你應該知道 然後我加入 我那時候只是打工啦 可是後來畢業就直接就去上班了 就直接去當 當 批業 可是事實上 也沒有人 assign我做什麼 其實早期的創業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啦 對 所以 呃 我做的第一個題目叫做優勢共產黨 喔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啦 我 我記得 我先 我先記得一下 就是 就是 呃 你就把它想像成一個 Dropbox Dropbox 你就把它打工傳上去 然後可以分享連結 我猜吧 對 因為其實 那個時候2000年左右嘛 對 那那個時候就是 最流行的通訊工具叫E-mail 也 那時候ICQ也還沒有起來 真的嗎 真的 然後 然後 很有趣的 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做這個題目 純粹就是發現 欸 大家都在用E-mail 把笑話 或者一些 傳傳去 鬼故事什麼東西傳傳去 那有沒有 有沒有版權你也不曉得 反正就傳傳去 然後 我就有時候會收到E-mail 就會發現有好多重複的東西 所以 就很自然想說啊 那我來做一個平台 然後讓大家可以分享這些笑話啦 校園鬼故事啊 這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就 自然就做了一個 那我們為什麼叫共產黨 檔案叫檔案的檔 對 黨是檔案的檔 然後就讓大家去可以PO這些東西 那其實也不在乎 到底是不是有版權 他就是讓大家有個地方可以想要把東西分享給別人 把一個好笑的笑話分享給別人 丟上去 可是現在兩間人做這個東西 他其實 聽起來很燒錢 就不是 他就是Web 2.0 喔 哇 只是後來才發現 欸這個 這個不就是 很類似的東西啊 就是那個時候 比較不實心這個 可是沒想到 老實講 這個共產黨 只花了我 兩個禮拜 我自己做P&N 自己做RD 自己把Depoint上去 然後就 上去之後 就跑了15年 前陣 對 我記得一直到 前幾年我覺得都還有看到過 對 其實這就是 第一代的內容農場 對 我也 可是那個意思說 他是可以被搜尋得到嗎 是 因為他做很早 兩千人做 你可以想像累計15年 SEO分數有多強 所以 他就形成一個很自然 就是 大 就是一種某種程度的 農場 然後大家把 內容一直share 然後後來東西越來越多 那 其實光是他 這樣子的建制成本 跟他最後可以換出來的廣告收益 而且他CP值是蠻高的啦 其實在兩千人是 完全可以享受到那個 紅利 沒有錯 科普一下 就是優勢網是 媚姐 創立的 然後 他創立優勢網跟 愛情國小 共產黨 然後 當然還有其他服務 那最後其實 也做了一個是叫 愛光街 那後來是 在幾年前被LINE 給收購了 所以主要是收購愛光街 所以就整體的整個 Entity 我這樣應該沒講錯 然後 然後就整個都 就 就 就收購了 那所以整個 過去的所有資產也都一起被收進去LINE裡面 所以現在這些所有資產都是LINE 對 然後他就shut down很多東西 對 所以 我覺得媚姐可能搞不好覺得很心痛 因為這些都是 你看SEO 你說我們就覺得 哇這20年SEO就 就關了 這個你可以另外邀請他好了 對對對 沒有 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媚姐他 他現在是91APP的財務長 財務長 就是繞了一圈又碰到 對對對 這些老闆 對對對 這些人在一起 哇好奇妙好神奇的組合喔 對 所以好 那所以就去優師王做完 在這邊待幾年 其實我沒有待很久 老實講我 是一個 在老闆眼中 對 在老闆眼中很 很難管理的員工啦 就是 自走炮 對自走炮 就是我想做就是我想做什麼 然後題目都是我自己想要做什麼 然後上班時間也都是我自己做的算 所以其實 其實媚姐當時應該覺得很難用這樣 所以而且那時候我其實是這樣想啦 因為 老實講畢業呢 那時候還是蠻彷徨的 就不知道這要做什麼 然後後來就 其實很自然就加入這個公司去做 然後就感受到網路這個力量 就是很有趣 所以進入網路產業就是 真的就只有這樣子 就這樣就進去了 然後 做了 共產黨之後你知道那個衝擊很大 就是 我用東西有這麼多人用 我寫的城市 這麼多人在玩 這麼多人在跑在上面 對 那是其實有一種很強的 興奮感跟成就感 所以我就蒙起了說 創業的念頭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好 那其實這些笑話啊 鬼故事啊 那種沒版權的東西傳來傳去啊 然後又覺得這個東西 太不穩情了 所以我就弄了一個想法 後來我就自己出來 做了一個題目是這樣 我不講那個網站 因為不重要 其實重點是題目 題目是 我就弄了一個平台 不再分享這些沒版權的東西 你來寫創作 你來寫網路小說 其實 齊點中文網 類似的其實就有點copy這個東西 然後 然後 早期還有像 吳明嘛 也有部落格 然後 就像九把刀那個時候 就是在 出現一個東西叫網路作家 那 我就弄了一個平台 讓大家專門來分享這件事情 好 那題目來了 就是當時有類似這種平台蠻多的 那下一題是怎麼變現嘛 那 我的變現方式其實後來想想蠻愚蠢的 我的變現方式是 我每個月把這些巧說集合起來 變成一本書 印刷出來 真的耶 實體化 對 然後後來大概就發了三集吧 就三個月 大概就少了差不多 三集是指說比如說我就把它集結 比如說這個月你挑覺得最好的 然後印成一本書 然後就在哪裡賣 成品啊 成品啊 金石棠啊 就是我還去談上架 談鋪貨嘛 然後談怎麼去做宣傳 然後還要去談印刷 談那個書籍的設計嘛 書背嘛 一切都來 然後就是你可以想像就是在做一個 那種網路 網路小說版的寶島少年 這種概念 喔 OK 就覺得自己那時候自己做的覺得蠻吵的啦 不過你後來事後想想就是 我同時搞了三個產業嘛 對 對 我又搞網路 然後其實我在搞某種程度的經濟 通 然後對 然後我後來又又搞出版 可是我只有幾個人 然後而且我才剛出社會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 這是幾歲的時候 24歲的時候 就200 2003的時候 2003 哇好厲害耶 所以那時候總共幾個人做這件事情啊 最多到十個人 喔 對 然後後來其實最 壓力最大的其實都已經不是人事了 其實印刷是 有一個生產成本的 喔 對 其實那些網路成本 最後都不是都是最小 因為 我還記得啦 就最後第三 第四 出到第四本其實已經都已經出不下去了 因為賣不好 賣不好還就會有退貨嘛 然後我還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家裡堆了滿滿的書 是退貨了 而且剛出去的時候其實出版是 你會可以先拿一些錢的 對 可是退貨它就會太扣了嘛 就扣掉了嘛 然後把書讓你要自己運回來嘛 然後我還記得看了滿殘酷的書 退了九十幾% 所以 那時候應該是書很好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說 你記得那時候一刷是幾本嗎 呃 你這樣一聽這樣鋪 我第一刷沒有很大 就三千三千 因為他們起跳就是這樣子 對 但因為我 因為 因為後來我當然也有試過的意思 比如說我現在要鋪 當然可能不是啦 但 比如說我如果要在這本鋪 這本假設有五千家 你起碼要個五千本 那時候根本就還談不到那裡去 OKOKOK 而且這本早期也沒有這些事情 沒有這些事情 其實很單純就是樓下成品嘛 對 還有金石糖 就鋪一鋪就已經差不多了 對就已經差不多 而且他們 也不好談 因為我們也不是什麼卡 所以其實你很難找到什麼位置的 其實那個就是 成立價值也不好啦 對 我就是其實花了很大力氣 才去了解什麼叫出版言 然後你們剛好最近在聊出版言 其實我曾經有碰過 又想抒發一下下這樣 所以要評論一下出版言 我沒有要評論 我沒有 沒有我們很和平 對 這集沒有這集我們講happy 好 然後水 所以這是第一個創業的公司 所以我也好奇 所以這時候拿fonding嗎 還是seal fund 沒有沒有都是seal fund 對 所以其實都是燒自己 跟燒家裡的錢啦 所以其實老實講 就沒有太多錢 那你要印刷 要支付人力 然後 其實那時候server成本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相對起來 相對起來 就覺得那時候 那時候應該也是放在機房裡面吧 對啊 對啊 都是hosting 對啊 所以很快就發現撐不下去啦 就大概 這個公司大概不到一年 我就把他 我就把他鎖掉了 對 好 那再來呢 再來就欠錢啊 這我不知道耶 這我沒聽過耶 你這沒有聽過 我都沒有聽過 我完全沒有聽過 所以我必須 我必須讓大家知道 你就是要把大家失敗的經驗挖出來 我覺得這很重要 沒有其實到後來 那個公司結束之後其實 嗯 我就欠下一些錢嘛 對 然後所以後來就 開始覺得 那總是要還嘛 對 總是要還嘛 然後我就 開始去做專案嘛 就做soho 其實就是想辦法還錢嘛 然後 那段時間有個東西很紅 叫flash 哇 超賺的 Action Street 對 因為我自己還是工程師嘛 我就想說 那我還是有一技之長啊 好手好腳的 那就來接案子做吧 那就變成一個人工作室 然後想辦法接案子還錢 接案子還錢 那我還記得我 曾經有一個月非常瘋狂 就一直接一接 我一個月就可以賺一百萬 就光寫案子 我科普一下 嗯 Adobe Flash是Adobe提供的一個技術 那反正它就是一個 類似動畫的東西 就是你 尤其在2000年到2010年 如果你進到一個網站裡面 你通常就會看到一個開頭動畫 那就是一個可能20秒的 15秒之類的Flash動畫 那時候是一個標配 就是說你到哪裡都會看到的東西 因為當時間一開始的價格是無敵劈力貴的 就是你可以想像就是跟當年App一樣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App非常的貴 然後後來到了某個時間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人人都會了吧 或是一個標配 所以它價格就極具下滑 可能一開始一個我覺得可能輸描的 可能要幾十萬 後來就變很貴 對沒錯沒錯 對對 它就有點可以想像是早期的一種App 可是它是在Web上面 對對對對 所以你還會設美術設計啊 會啊我那時候就什麼都自己來啊 然後就 而且那是前端喔 對前端 而且我就從頭到尾都去 因為我還是畢竟還是會寫嘛 我還是工程師背景的 然後就靠自己的肝 晚上的時間 然後就是瘋狂的接案子做 其實當時Flash超好接的 因為大家所有做Campaign賽 通通都要用Flash 老實講你 顯學啊當然 這是2004嗎 對20032004的時候 就一直在做這件事 所以很快就大概還了一部分的債務 其實因為這樣自己一個人做 其實還年輕那時候 很猛 體力晚上反正就拼命趕嘛 然後趕完 有時候就是累了就休息 然後沒有累就一直寫一寫這樣子 然後寫到差不多一個 就是大概還了一年多的債 然後就開始又想要繼續創業 就開始有朋友也在討論啊 就說那 手上有錢就想創業了 其實重點也不是手上有錢 是覺得一直做專案也不是辦法 對 然後就開始又找了一些志同道的人 然後就有合夥的朋友加入 然後就說那來搞點什麼 那還是Flash 不過我們那時候就想說來做一個Flash的網遊 就Flash Game 哇這又是一個很大的題目耶 對對對 就是你知道 衝到那裡就想要挑題目嘛 對啊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 我們就想 就像好像說什麼 我們現在有區塊鏈 我們要做區塊鏈遊戲 那種感覺 類似類似類似 可是其實因為有技術嘛 對 然後那時候有一些 其實有一些夥伴他們有錢 有一些關係 那就覺得那可以來試試看做這件事情 對 那因為遊戲在你應該知道嘛 遊戲其實那時候應該算是誰啊 我那時候做了一個冷冬風雲 就是 Flash Game 對 我講的是說都還是那種 Install Based Game 對對對 所以 然後因為web 就是網路其實後來越來 使用者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網遊 其實早期那個 用Flash做這個概念 因為 在做Campaign Site的關係 因為Campaign Site 有些越做越花俏 整個Campaign Site 就跟一個Game一樣 所以我們就覺得可以做這件事 而且因為你不用Install 它其實在早期這個時候是非常的炫炮 對 因為講一下就是說 當然我們以前 我們叫單機版遊戲嘛 你要有一個 安裝一個Client 嗯 那你要先裝軟體 那 Flash遊戲就好像是網頁遊戲 網頁遊戲 網頁遊戲 就是夜遊 對 那你可以在 所以在200 對的確20042005那時候 在講夜遊的時候 的確有一部分是用Flash 對 蠻多的吧 對 然後那個 對 可是我們挑的題目呢 又挑了一個就是 很有趣的題目是 呃 我們想要做一個 Flash的小窩 就是說你可以有自己的房子 房間 那你可以在這個遊戲上 有很多 有城鎮有其他人的房子 愛心公寓 但是它是 遊戲版 OK 你可以經營佈置自己的 那個家 那你就要買東西嘛 緣宇宙 對對對 可是 它就是在 所謂 Flash裡面 它是二維的嘛 那 其實這個觀念在 當時是非常的 紅的 很有趣的 其實有類似的公司 還有什麼Avatar 你可以 然後在裡面 你有個房間 然後裝潢 你可以買小items 我記得 喔 我想起來了 有一家公司 韓國公司叫Sywer 對對對 我們今天都在科福跟講古 對對對 韓國公司叫CYWORD 是一個 就是 就是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的 然後就是你想像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時候看到 區塊點 這不是當年這個 對 只是用同樣的 只是同樣的商業模式 或遊戲 改變一下 就是可能技術變好了 對 對 對 參與那個感受變深了等等 對 但是其實很多 跟根本的本質 是還是一樣的 我們前陣子過年 紅了一個大陸遊戲 不是被罵翻了嗎 Bundi 就是其實我覺得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對啊 Reperto什麼的 現在Avatar那些 應該都類似 對對對 都是延續的 所以那這個呢 因為我記得Fresh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很多 我叫做資源控制的問題 對 其實因為你做自己的 比如說我幫一個客戶 做一個Fresh網站 其實它其實還好 因為你不需要做到太豐富 其實它其實只是一個短暫的 體驗 那 可是你要變成一個 真的to see消費者的遊戲 其實遊戲的投資 不小 是 你要畫那些畫面 不是我一個人就可以解決的 你還要code 你還要考慮到 多人連線遊戲 這是多人的吧 這是多人的吧 對 對 而且當時 你看那時候大概是2005年吧 2005年 2006年的時候 那時候Fresh還沒真的 Fastbook 還沒有在台灣非常普遍 也就是說還沒開始偷菜 差一點點 還沒開始偷菜喔 沒有沒有 偷菜是2009年 在台灣爆紅 所以就差一點點 我們做了這個東西 我還得要先建社群 通路 我還要在裡面有社群的東西 對 對 他們 然後所以我還要在裡面 做一個類似 即時通 即時通 對 一次東西搞太多了 就野心太大 然後後來事後想說 做太快了 如果晚兩年 等Fastbook 偷菜起來 我在那個上面 其實會快非常多 對 你就是這個 Play fish 之類的 就是真的耶 餐程 這些東西 就在那個差一點點時間 對 所以後來這個就 燒很快啦 就是其實他也很快 就證明不太行 因為其實創業就是這樣 因為越來越有感覺 是怎樣會倒 對 越來越有感 看著看著就覺得不行 這個大概做不到半年 對啊 所有參與人都覺得 這個這樣 沒有金的資本來做這個事的時候 他是搞不清 這個idea到上限多久 半年 半個月 三個月 嚴格來講啊 我們最後就沒有上限 因為光是開發到 後來觀測到類似 有類像 您講韓國那篩惡 我們也看到 就覺得說哇 這感覺 我們這樣的投資 競爭對手很大 對 然後有去嘗試做一些 Foundraising 那後來都不太work 2005年Foundraising 可能蠻辛苦的 對 沒錯 所以後來就很快就想說 因為知道怎樣會很慘 所以很快就把它收掉了 就不要幹這事 然後我們就立刻轉型 轉型 OK 轉型成什麼 我們就做了一個Twitter-like的東西 那時候2007 Twitter出來了 出來了 對 然後微博也開始 那個微博 對 微博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因素 是台灣也在推真正的Web 2.0 那時候有誰呢 無名這些 不是無名的 蒲朗 不是 地圖日記 對 那個愛瓶 還有放屁 書籤網站 所謂那個Web 2.0嘛 台灣有一個計畫 對 我記得 我是不是評審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我是評審 你想這個 對 然後我們就去join那個計畫 那計畫就要題目 然後我們就想說好 那就換一個 我是評審 後來很取巧 因為 後來就發現Web 2.0其實很多就有Social的概念 那 最簡單的Social就是文字啊 然後我就做過分享 然後就覺得Twitter這個可以 那台灣又不認 台灣又不認 而且Facebook在台灣當時也還沒進 不行 對 所以就很多類似的題目啦 其實老實講 放屁也很像 對 然後 那時候國家就花了一些資源來 推 照顧這件事情 推然後推這些新創來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很快就把題目轉去做 這種Social的platform 類似Twitterlike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時候最紅的應該是Pull Run吧 就Pull Run 就Pull Run 就是很多東西超多 然後地圖自己也很像嘛 就大家都 一系列都在做這個 可是 這東西其實是有做到一定的流量的 可是它一直遇到問題都是 變現 變現 就是然後你怎麼變現 然後 早期做共產黨那種 結論的紅利 沒有越來越不容易了啦 因為聯播網的廣告 現在就是供給變大了嘛 所以你的 你能夠分到的錢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其實光靠廣告其實根本也 浮地 就是背水車心 對那你要 你要競爭 那個Pedge View 你又快不了 因為那個 當時國家鼓勵這件事 所以造成大家都在競爭 大家的Focus 所以其實 最後你看 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過了兩年 Facebook一偷菜 就打進來了 就全面啊 對 大家全部都跑去Facebook 對 所以那時候放屁我記得 他們做了一個轉型 就是他們做了一個叫什麼 Mafia黑道的 嗯 然後就是也是 可能是Fresh Game 不是Fresh Game 反正那時候就 反正就業由被牽進去 Facebook面當 當APP用 對 那時候是顯學 對 大家就開始想說 乾脆不要自己做平台 就站在巨人肩膀上嘛 對 然後就 你看你依賴Facebook的結論 就是大家都在幫Facebook打工 這也是後來的結果 但是那時候只覺得 哇這個紅利巨大 是啊 就是他的擴散 超強 那時候就病毒式行銷 就是 一下就把大家都傳進去了 對啊對啊 所以其實 做Social Play Phone 其實我還堅持了兩年吧 然後一直到 因為錢可能燒得比較少吧 對啊 因為就 就比較簡單 說到底做到最後就是兩個人 因為其實 你沒有辦法 Scale 那你又很害怕 以前賠很多錢的感覺 所以你只能用很精少 就是我們 我就是跟我 精實創業 對的資源 其實我們兩個都會Coding 然後也就是 然後我就去Pitch嘛 我就去對外講很多東西嘛 就是想辦法這樣撐撐 然後流量看起來還是有在跑 可是就是Facebook一來 我們就覺得 啊這還要玩嗎 沒得玩了 對啊 後來就 是0809對不對 不過那個時候好玩是因為 它畢竟還是一個Social Game嘛 所以也 Social的Play Phone 所以 就有很多 網友嘛 網友就開始變成朋友 就是大家 我們就好奇到底誰想要來我們的平台 然後也就去 真的辦了一些網劇 然後所以 那段時間還蠻有趣的啦 就是 不只是在創業 也在 大量交朋友嘛 那 可是後來其實還是商業嘛 你就是個Business 所以 就覺得開始思考說 啊 其實 年紀也開始變 啊 十年也過去了 你知道那個壓力有多大嗎 你看我在 99年 2000年 然後就 這樣一路 你知道 我家人都一直問我說 你怎麼不去考台積電 就類似這種 就是 因為我的同學們還蠻多 都在台積電 要不就是真的出國嘛 去Oracle 去Microsoft 然後 其實回來 你剛才開同學會 大家都很不錯嘛 對 那 那我就一直都很 不怎麼樣嘛 就是好像在創業 是個什麼什麼O有沒有 COO 但其實 口袋是沒有錢的 嗯 就是就是 開始在思考說 那那怎麼辦 所以後來我就一度想說 我 我去上班好了 對我就 一直跟我朋友說 我好像覺得 不行了 我要去上班 所以我第一度蒙起 我要去上班的念頭 已經到2008、2009了 對 沒有那時候大概0708 對 然後後來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你知道 就是 這個時代很有趣 就是事情我一直 新聞一直跑出來 對 那時候是什麼 App Store出現了 對 就App 就是2007 賈伯斯嘛 iPhone出來了 對 那隔了一兩年之後 就沒有App Store 就 我怕呢 就去買了一個 iPhone 3GS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就在研究說 欸這個 這好像可以 好像不錯欸 然後我們就 真的就去寫嘛 就想說 那不然來 來看看App 可以玩什麼 所以就寫了一個 App 叫 Radio 對 好 你講一下 台灣Radio 台灣Radio 台灣無線電 它 它是幹嘛的呢 它是 你在iPhone裡面 下載一個App 你就可以聽台灣所有的電台 在全世界 現在還在嗎 還在啊 我怎麼覺得有印象 有 你應該開始要有印象 這已經是近代史了 對 近代史 終於近到比較接近 十年內 還沒啦 現在還不到十年內 終於近代史 終於近代史 那時候我們就標 一點點99嘛 然後現在聽起來 這idea都沒什麼 可是我們就上 巨大紅利 對 然後我們做完這個 我們也沒想太多 就上 就一上之後 非常有趣啦 就是大家第一個月 然後賣了一萬套吧 然後三個月賣了五萬套 人生中 歷來最大的創業成功 對 就在這個moment了 對 其實當時我們想說 哇這個可以耶 因為你花了 老實講就是沒花多久吧 兩個禮拜你寫了一個App 然後你上到App Store賣 然後全世界的錢 就一直來了 然後 而且我們還纏連排行榜 好幾個月 很久 因為沒有競爭對手 所以 那時候你有意識到 我不知道 你這個是有版權問題嗎 當時間你一定是拿中 Hinet或什麼之類的音源吧 對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不是 我們 你還記得那是什麼呢 這可以講嗎 反正公司已經不在了吧 用VLC 反正我們用了一些方式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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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過來 我們其實是自己架Server轉音源的 對 這是苦工 我以為 我原本是以為 原本基爾設備只把他轉過來 不是 所以他有點不穩定 所以會有課數 沒有錯 因為 他有時候是那個VLC 就當掉了 那我們就要去把 Streaming重開這樣子 對 但因為當時沒有想過他work 所以我們用了一些很 土泡的方法 土泡的方法 現在要上了嘛 對合理 然後就發現他work 然後還收了錢 我就只好要得處理克服問題嘛 可是中了一個app 你的野心就來了 哇 再撐吧 然後再做第二個app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app 就開始轉成一家做app的公司 這個時候 好 所以這個我有個問題 就是這一家公司就是雨萱的嗎 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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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很快就變失了 因為後來就是 其實也是我們的學長 現在應該是新遠的主導人 就是那個Matt嘛 他就是跟我們說 那我們就來弄app嘛 所以他才正式 他加入 他就來說 他自己出了一筆錢 他就是我們的第一個angel 然後我們就 才正式成立雨萱 就是做app這個題目 是從那時候就 OK 確定的 其實 這個故事 嚴格來講是這樣 因為老實講 我們在做app的時候 本來那個社群平台 公司還在啊 社群還在啊 對 那我們就弄了這個 好 那後來 其實這個平台 還有一些其他的 我們還是有一些股東跟合夥人 所以大家都還是有套件 錢都不多 那後來 就是早期這個股東也覺得沒意思嘛 那我們就想 我們就想說 那新的這個之後 再新的公司來做 所以那時候才正式成立 新的公司 然後前面這個樂果 我們就先把它收掉了 OK 所以它有一些轉換的過程嘛 那 不過這個 你說是不是因為這樣才開始什麼 其實那已經不太可考了 當時就是 反正就是 創業是這樣啊 就是說 老實講 所有的公司 設 我在當時設立任何一個公司之前 的想法 跟最後它成功的那個結果 最後做的 完全都是不一樣的 點招拆招 對 因為一路都是一直在想辦法 找出survive 跟可以做的 可以讓它boost的題目嘛 那其實最後都沒有想到是什麼 對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時候我有買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喔有點不太穩定 就是 就真的是不穩的東西 那這樣說 我等一下退離三線 就覺得蠻不穩的 然後就anyway 反正就人生就這樣 然後 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happy 然後我認識happy的是 就是 我記得它的螺絲服務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在螺絲服務 然後我就上去 然後我一看 哇 人好多喔 就是一種 很欣欣向榮的感覺 鼎盛的感覺 你那個時候已經是 應該是我們開始drive之後的 中期 或後中期 有到中期了嗎 對對對 因為 羅斯福路 我們有兩次辦公室 第一間職人 榮亞四個人 OK 那最早我們沒有遇到 對 然後 我們那時候還講說 那個谷亭在附近 是台灣小細谷 對對對 什麼愛情公益 都在那裡 愛料理 然後之前還有那個 Hear 還有GoGo Look之類的 都在那個附近 對 那我們其實 其實這些團隊 我們都還蠻常在那個 星巴哥喝咖啡 咖啡的 然後 我們後來有搬一次 不過那個故事後來是這樣 就是我們做app 我們就開始想辦法 發展更多付費app 那時候最多到幾個 我其實不記得 因為我為什麼不記得 是因為我們後來 重心轉移了 你知道 做了幾個app 再架上之後 然後 iPhone發表了 越來越多隻手機之後 整個 紅利 大家看到那個風口了 所以一堆人 就在 episode上找誰 會開發app 我們 我們每天都接電話說 我們想做一個app 你可以幫我做嗎 然後 我們就 就 因為你知道 就覺得這個生意 窮慣了 你就會覺得好啊 好啊做啊 因為做專案其實是一個 一次性而且蠻大的錢 很快的錢 所以 就跟做flash一樣 對 然後後來因為 這個app的boost非常快 因為 你看我們這樣一路 好幾檔的封口 可是 app這個封口 其實速度比前面幾檔 快更多 對 所以 需求量超級大的 然後 供給超級少 就是可以做app的公司 再造型 真的很少 所以 我們光是這件事 他就 他就起來了 所以我們才得要 開始擴張很多人 你來那時候是因為 應該已經 我們已經幾乎都已經轉型了 我們不做自己的app了 我們都在做別的app 而且因為公司 越接越大 就是當時那個年代就是 只要你的競爭對手做了 他也會跑來問我說 那我也要做給他 你說幸運房屋做了 這個 這個 永慶就得做 對對對 所以 我們就開始瘋狂的一直幫 就案子就接不完 非常多 可是你知道早期的app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早期的app 大家的想像很有趣喔 他就是把網站搬上去 他就是把官網搬上去 他就是把官網搬上去 因為早期大家對app 還在嘗試嘛 對 所以沒有想太多 都比較多都是那種 我把官網有什麼 那我就把它 有什麼 用app的那一題的方式 封個app 然後放上去 然後通常在app的效果 就是老闆看得很爽 對就是我們有做 別人有app我有app 我們現在有AI 這種感覺 所以他不在乎 他到底有什麼用 他只在乎我要有 對 所以我們寫app就會發現 怎麼寫都很像 所以我們就動了一個心頭 心念就是 就是我們還是不想要一直 就一直變成一個專案工程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很有趣的概念就是 app generator 就是模組化 就是我們做的方式 因為發現app怎麼寫都很像嘛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類似後期叫SARS的概念 就是你只要登錄一個帳號 你就可以用我們的平台 很快組出一個app 然後把它券出來 他就可以上架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概念 然後開始就是想說 不只是專案 我有部分 我可以用這種B2B SARS的概念 其實當時根本沒有SARS這個想法 純粹只是覺得 因為 還是一直在創業嘛 你就很想說 總不能一直做專案 你想要做一點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開始做這件事 結果做這件事之後 呃 在當個時候是 滿 滿有趣 就是大家看了會覺得很不一樣的 現在會覺得這什麼鬼東西 對啊 可是當時這個題目是真的 沒有什麼人這樣弄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就拿去參賽 我就 我就 那時候還是政府還是在輔導創業 我就第二次加入 然後就 就帶著我們去參賽 我就去 中國就參與一個demo trainer 然後我就拿 我們就拿獎 然後拿獎回來 投資就來了 所以我成品第一次 辦onwriting成功是這個平台 哇 OK 但911 呃 不是不是 雨萱的那個時候 呃 我的印象中是 911 我已經講911 雨萱的那個時候 就是人很多 那個就是靠MAT那筆 就一直下來 沒有 其實已經到 你來那時候應該 我已經拿到那個放 OK 對就是因為 我們就弄了這個產生器 然後後來他就 我們去參賽 然後的確就因為這樣 得獎了 所以他其實也造成一些效果 那當然我就拿到 比比比較大的放 我覺得大家現在可能很難想像 因為現在其實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比較沒有像以前那麼好 大概10年 15年前 大家的顯覺是 我們就是要衝 中國市場 對啊 現在 我感覺上 氛圍上沒有人在提這件事情 對 就體感上已經沒有這件事情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 我們就要中國市場衝一發 然後拿一筆大錢 然後做一下 對啊 因為那個獎也是中國拿 所以我們很自然也在中國設 早期那個時候 杭州之類對不對 對 沒有我們是在上海 然後也就做類似的東西這樣子 對 就也自己覺得 哇 我兩岸都有 事業 事業做很大 我記得那時候 兩岸加起來 大概80多人吧 最多的時候 哇 我那時候後來記得 後來就搬到了 人愛運環 人愛運環 對 我還是去分享一下 我們在做什麼 那時候其實我們也在接案 歷史也在接案 所以我們接案很少 可能totally加起來 那一兩年 可能不超過十個吧 然後我們在一一年 一二年 我們就做了愛料理 所以就沒有接案 對 對決定的好 不是 那時候 那時候最大的兩家 就是做APP的公司是誰呢 一個是宇軒 一個是就是 夜間和的 時間軸 對 我那時候記得 哇就是兩家很大的在那邊 但我也知道 這個競爭是 我後來覺得競爭蠻激烈的 那你知道這兩家都是MAT嗎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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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MAT對我押就對了 超級 應該是說 其實早期 Hear做的是貼布嘛 啊 對對對對對 你還記得 我知道那個類似Banner的東西 然後他後來才 John他才轉型 對 那其實 曾經有一段期間 MAT有讓我們坐下來說 那我們該做合併好了 我們就獨佔啦 對 對 就是你可以想像兩家 第一大跟第二大 第一大跟第二大 然後兩個就是專門幫別人做APP的公司 然後那個時候 可以有機會 坐下來合併 那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 呃 誰不願意 我下次會找葉敬漢來對查 你先找他 我先找他好了 我先找他好了 我先訪剛加進去 其實 其實畢竟大家年輕替身啊 真的 因為其實你兩個 兩個當時都很強的時候 就覺得我為什麼要跟你合啊 對 其實最後就不是那麼容易談啊 而且大家都有團隊嘛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那這樣以後怎麼怎麼協助 其實談到後來就比較是 像大家坐下來談好 說不要殺價競爭 OK 就是大家會Pitch到同樣的客戶 就變成比較是那種默契在啦 對 那其實都還是蠻多互動的 但比較沒有在 就是真的坐下來要真的要談 其實談不太起來 對 我也這樣子覺得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後來發覺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有時候 合了 可能其實 其實可能 以後 這叫做 這叫做後見之明 你會覺得說 好像其實可能會是比較好的結果 但不知道啦 對啊 因為這要用多重宇宙來看 對對對 不知道 搞不好他有另外一條路也不一定 真的 那好 那這條路最後 怎麼會跟Steven那邊合在一起的 呃 我 我先談一個 一個過程啦 這個其實跟剛剛那個 也有一點 關係 關係 就是我們後來 雨萱大概做 做到第四年 因為我還記得前幾年 我們那個WireY 都是倍數在跑的 對 然後 可是App做到後來很有趣啦 就是 大家開始看清楚 這工具怎麼用了 所以他已經不再是把官網 不是炫耀性財物 對 所以我們早期 毛利率很高啊 因為我說App都是眷屬來的 所以我可能拼一拼 我根本不用用工程師的資源 可是後來App 越來越像是另外一個東西 他比如說像我們開始接 銀行的App 我們開始接航空公司的App 那就很深了 我們 我當我有80個人的時候 你要接的客戶的規模 你就一定要有一定的量體 那這種客戶他也想清楚進來之後 他花得起很大的錢 我還記得我 一個案子 做兩個App 一個iOS 一個Android 我可以收到一千多萬 哇 可是他要做的東西 你可以想像 銀行 航空公司App 現在看起來都很正常 很普遍 都有 可是他要把多少東西 接到App上面 他要讓他可以有消費者服務 可以購票 可以網銀嘛 你可以做一堆 然後security的問題 其實真的不為過 因為我們要做Client 我們要做Server 我要跟他既有的系統做對接 一堆事情要處理 很深 其實做到最後 我們很像一家SI 他已經不是說 我要去做一個倍數的營收成長 我沒有那個空間 我要做倍數 我要怎麼做 我要變160個 因為我已經在變成一家 my man out的公司 嗯 所以他就 有一年 我還記得開股東會 反正YY就剩下十幾 就整個從兩倍的YY 就變成直接就變探頻嘛 然後因為現實是真的 沒有 沒有 我們本來想的方法是不同的了 用那個產生器 所以他就卡在哪裡 那那個時候就開始有很多人要來談 並購 包含遠傳啊 對對對 這個就是Here後來的故事嘛 對對對 那我只能講說 所有的大公司大集團 都開始思考說 那大家都想要Digitalize 大家想要數位化 想要做App 那買團隊最快嘛 那我們是一個現成有經驗的團隊 所以其實真的蠻多人來談 人才收購 所以我們就 我就超想賣的 就覺得累 然後就可以 嗯 對對對 因為其實是可以 的確有在 談的一段期間啦 不過 最後最後其實是 其實老實講就是 後來Here也先出了嘛 然後他就有訂了一個價格嘛 這知道我知道 這價格我可能知道 對 那這個價格 就變成天花板了 我們的股東不接受 可是他就是會變成市場行情價了 就錨定了 對 所以 好 葉劍翰你錨定的家裡 不要這樣子 是真的老闆分手沒台 他不見得看 他不見得看 就這個各家都有各家的 原因啦 這個真的沒有 我是說因為 當時真的就是遇到這種 商業就是這樣嘛 就 公司也不是我一個人出錢開 大家都有各自的考量 對 自然就會有些選擇嘛 放棄不要放棄 對 證接不接 很持平講 真的是這樣 就是每家狀況跟狀況不一樣 對 都有不同的選擇 對 那 後來呢 就 就 才是 才遇到那個 酒益這個團隊啦 就是 就遇到 遇到Steven的團隊 來找我們做案子 其實當時不是來 其實早期是這樣嘛 因為 現在就是 Steven就是我老闆嘛 就是他們這個團隊 就 有一天就 反正就接觸到我們啦 然後我還記得 他來 他們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我還是非常興奮 因為你知道那個就是 小時候的 見偶像 的偶像 來請我們做一個服務這樣 然後我們 我就想說一定要把這個案子弄好 對 所以 其實最早其實 九一他們來談的時候 現在叫他們 但現在等一下會見被我們 沒有我們 他就是要做一個 蝦皮 其實那時候是 09年左右吧 就是 蛤? 很早喔 不對不對 一些了 一七了 蝦皮還沒有 在台灣這麼厲害 那其實就是一個APP的商社 因為他們的想法很直接 因為從雅虎出來是做B2C 或者是商店街 所以他們就覺得 Mobile First app已經起來了 所以我在app上做購物這件事 應該是會walk的 事後這幾年來看的確可以 因為蝦筆就這樣突破整個台灣市場的 所以他們很早就想了這個事 就覺得來做一個商城在app上面 那我們就做這個案子 可是做這個案子的同時 我就一直跟他pitch一個案子 說我說這個不太會walk 你應該要做app開電系統 那為什麼呢 這可以做很多app 因為邏輯很簡單 就是我們有一個躺在那裡的appgenerator 然後那個appgenerator 其實還是可以用的 然後後來我就看 我那時候為什麼想這個事 是因為我後來看懂一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的目標客群 當時就要做通通都是零售品牌 這大好小意義 所以這個appgenerator是可以用的 因為我們以前的挑戰是我們要服務的客戶 有太多義職的domain的 有銀行 有航空 我甚至還做過法國山的app 對我們做還有歌手 當時有好多那種明星來做一個app 那什麼都有 我們做一大堆東西 還有做過我還服務過立法院 就是說他很多 換取我好多回憶 天啊 就什麼app都有做 那可是他是不同產業不同的know how 所以你是做專案嘛 所以你的app產生器是沒辦法模組化的 可是當我只服務一個產業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generator再翻出來用 所以其實當初只是想說 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某種東西叫資產嘛 那我來活用一下 然後我來活用 推銷一下 然後來推說 那來做一個一定app這種概念 那就其實 就這樣做了 就不是沒有這樣做 是 我記得就這樣做了不是嗎 沒有 是一開始是覺得 那這個真的可以work嘛 就是 團隊都有一些懷疑啦 老實講我們也是自我懷疑人生一段期間嘛 那結果是 後來 91的客戶 比如說像早期 像小三美日啊東英左翼啊 這些客戶嘛 他們就反過來問我們說 那你乾脆幫我們作業吧 因為 老實講做商城 很直接就是你要有流量嘛 對 可是你在 你初期推一個app 我也不是蝦皮 那我們那時候退交912買嘛 那流量也 一開始也不大 所以他交量就不大 所以後來就他們也覺得沒什麼意思嘛 自己來啊 對那你要不要 那他們現在後來都變成想說 我以前在Yahoo 然後在 在PC Home 然後我已經是個 他們就是個 brander 所以他們就覺得有了官網 那我有個app也蠻好的 所以就說那要不要幫他們做 後來就發現 這個生意好像可以做 然後我們就 沒有在shutdown912買的情況下 我們就來做這件事 結果一做這件事 他就boost了 對 哇 這個是已經合併了嗎 還沒 還沒 哇 是因為做了這個事之後呢 很有趣啦 就發現 我自己就發現說 那個 你知道那個一個月的G&B 大概 不只喔 是一個月的revenue 還不是G&B 大概就已經超過 我做雨萱一年的業績了 蛤 蛤 很可怕 因為 你可以想像喔 對 我是 我看那時候的客戶 隨便講 東京一卓一啊 小三三美日啊 八六小兔啊 幾千萬上一出億的 他們本身就已經有能量 他做一個app 他就有會員 他就會有G&B啊 所以他很自然就發現 這個生意 是個 是個風口 這只是 沒有什麼人看到 然後我們就做了 然後做了之後 就看到那個業績 是這樣boost起來的 然後 Steven就開來找我們說 這個沒意思了 要不要 合一下 合一合 因為本來的 連甚至酒要買 本來在想這可能也沒意思了 所以我們自己在做專案也沒意思了 因為這個東西這麼有意思 錢實在太多了 我們為什麼不把力量集中到這裡來呢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辦法處理嘛 反而是我們當時JV的公司 反過來合併本來的公司 哦 哦 懂了 懂了 所以這個才是後來 其實最後我們合併變成9APP 這已經是真的做了一段的生意之後才開始做下來 重新組合重新組織這個公司的結構 嗯嗯嗯嗯 哦 真的是 奇幻子 那 嗯 那所以就一路就從1213開始做 然後一到 你是前年上市的 對 其實是 嚴格來講是13年 我們才1314啦 才開始比較正式把公司組成現在9APP這個樣子 然後幫它收拾我們之前的業務這樣子 然後才開始專心投入做這個APP開店這件事 不過這個很有趣啦 這所以從那個時候13年到現在剛好10年 所以我們最近就在講說9APP10年嘛 那我們大概是去年嘛上市 就是我們大概用將近10年時間把這個公司弄上市 那不過這個過程也是轉折了非常多次啦 就是我都覺得我這將近20年 可以不停的在換題目 所以 好那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9E中間其實也沒那麼順利啦 因為我覺得它也不是 它一開始已經找到traction就上去了 可是其實中間可能你不管是BD啊 或是你怎麼去打通所有的APP什麼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我記得你好像 光打掉9EAPP這裡面的整個系統 你打掉幾次啊 我感覺你好像打掉兩三次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打掉 真的啊 這不可能打掉 因為這個事情 講起來是這樣啊 就是說 我們的第一個題目叫9號買 對 我們把機器打開之後 它沒有shutdown過 OK 好好好 到現在我們的call裡面都還有9號買的call 對 其實它很正常 因為你沒辦法shutdown它的 這是電商 你24小時都得營運的 這跟我們前幾集PC號 我們在PC號的時候 對對對 就是說每個人都反映我說那一集說什麼開著飛機修引擎 修 我有聽那一集啊 然後他們就說很嚴重 我說其實這是一個很常見的比喻 對我們來講就是真的啊 我們就在飛飛機24小時不能shutdown 那我們就得編修啊 所以這個我覺得沒什麼問題啊 對啊 然後所以我的意思說 我們都不是講說怎麼打掉 不可能啊 因為我們當時也沒有想到你開機之後 你要一直開一直開機 然後一直要開更多機器去撐住這個service 然後當時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你day one會選AWS 那 就那時候 然後你們有考慮過什麼時候 然後我們就說沒有啊 因為開機之後 它就是在那邊一直加 因為你知道生意開始好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happy problem 就是不是happy problem 就是happy problem 那就是你就是要 你沒有想太多 你就是要想辦法趕快撐住 skill上去啊 skill上去 所以它就是一直在AWS就skill起來 就變成這樣 所以它很多的東西沒有為什麼 就是當時 當時間就手頭想說什麼就什麼了 因為不知道會不會walk 所以AWS最快 欸這樣講下去好像跟他收錢了 AWS請冠名戰爭 我們立刻找這個Alex之類的 然後後來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就做了APP產生器 然後就做APP開店 可是我們是沒有搬客戶做官網 所以很多客戶很有趣 就他就他知道 因為我們當時APP開店 我們因為用generator來做 所以它其實價格很便宜 大概像早期一年三萬多塊 你就可以買到一個APP 然後就很多人 當時想要做電商 就來開 然後他就做起來了 沒有官網 沒有官網 所以我們就想說好吧那是不是要來做官網 覺得那一隻 對然後後來才就回頭去做官網 因為其實老實講做開店系統 就開始有人在做 那我們講說我們跟人家不一樣 可是又覺得好像不對啊 因為你工作APP 你就會落入到 那我要怎麼有APP的下載量 那你投Facebook廣告的時候 你很難 你很難倒 你第一關就會卡在APP下載 其實這是一個門檻 所以我們就覺得 那我們還是回頭 不能只是講APP開店 我們得要來認真面對 這是一個品牌 自己自由化 自由化平台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就開始回頭做官網這樣子 哦 所以那發展到現在 就是一個開店的解決方案了 那個已經是前三年的事情 其實這個就是一直在轉題目 那我們其實整個團隊 就是我們老闆的團隊 一直都在做電商 可是當 這個我們現在做的電商 跟現在之前做的電商 其實題目也開始變了 因為從最早期電商 是從C2C開始的 就是早期就是拍賣嘛 然後後來才開始做B2C 所以雅虎溝中心是商城嘛 那其實我們後來認真看 我們的題目其實是B2B 我們是在做SARS的 我們是在幫一個零售業 去做所謂高端來講 叫數位轉型嘛 就我其實好像不應該 只是幫他做Commerce 可是其實現實的考量是這樣啦 就是嚴格來講 我們的客戶是電商品牌 或者是電商客戶 可是其實電商是有一個天花板的 那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其實整個 我們後來那時候就看 就是台灣其實做電商的佔比 其實到現在都還是沒有超過20% 啊真的啊 還是一直都是這樣子嘛 那電商純電商品牌做的最好的在台灣是Latif 現在還是 現在還是 哇 對 然後 然後其實純電商品牌 在電商是有一個 是在整個產值上是有一個天花板 比如說 60億 可能更低啦 對 可是Latif就是拉到很大 可是當時我們就看說 那我們後來開始碰到一些有門市的客戶 那門市它可能連鎖 五六十間二三十間或者更多的 其實他們的量體就上百億 或者隨便一家都可以大於任何一個電商品牌 所以我們就想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面對零售業 而不是面對電商 我們就要來看 O2O 真正的品牌 只不叫真正的品牌 就是說 就是說你走在路上 你看到這個你會知道它是誰 電商品牌其實有個 很 很 很麻煩的狀態是 它是會輪轉的 就永遠會有一個新一代的 比如說當 剛剛講最早東京佐伊 你已經 現在就沒有像當年這樣子 對 其實消費者是沒有忠誠度的 就是所有都 永遠都會有一代的年輕人 會找那種很便宜的 但是看 就是它 看起來 看起來 沒有那麼廉價的 對 那其實這種白牌的 我們講白牌電商 其實真的會 它的那個 生命週期 生命週期其實並不長 除非它真的看清楚 它要往品牌走 那為什麼 Latif它答很快是 它有想清楚這件事 所以它去做了一件事 當時大家都笑它 就是它去找代言人 它買林一誠做代言嘛 它去投電視廣告 然後就像最近大家就在 One Boy 可是這就是品牌化 它得要去做的一些過程 就是當時他們就在談說 我記得跟Latif那老闆有互動 他就講說 他要做到 蔡市長的媽媽都知道這個牌子 他才是個牌子 而他做完這件事之後 他其實就不用投Facebook廣告而已 他就佔據了這件事情 但我記得有一件事情是 這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就是我記得他有在雅虎買過首頁 曾經 可是他的目的都是一個 他在很短的時間 把他的品牌知名度 他真的在做awareness 對其實現在很多電商都只看conversion 可是他花了錢去做awareness 然後這個其實是品牌化非常重要的過程嘛 所以後來我們同樣去接觸真正的品牌 比如說大家應該熟知 像9月客戶 像Timberden啊 北斉啊 Delice NoFace 其實他們真的是個品牌 有趣的地方就是 品牌有個力量是 不管他在哪裡賣 就是會有消費者 他們其實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資產 所以他們並不是並不想上電商 而是他們不急 不急是因為 他本來就有一定的量體 那他們會開始嘗試 比如說同樣這個品牌 以前他們是看不起 雅虎或某某 他們是不上的 後來發現這是個市場 這是個通路了 然後他們就會來談 可是它是品牌 你知道零售世界永遠就是 通路跟品牌 它有一個進合關係 那就是誰大誰有談判筹碼 所以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這些品牌才是真的 零售人非常重要的角色啦 所以我們就覺得 那要去服務他們 所以他們才不是在看什麼開店系統 他們看的是你可以幫他 比如說在 我們後來上來講OMO 可是他們在看的 其實不是單純的OMO 這麼簡單 就是online to offline 或offline to online 他們在看的是說 我怎麼樣讓我的品牌價值 或我的服務可以延伸到 現在消費者到底在哪裡 然後以至於我可以offer他 我這個品牌的樣子 我的個性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玩到後來就發現 原來這些品牌在乎的是會員 在乎的是他怎麼跟這個消費者溝通 所以我們後來就開始 講一個概念叫下層 就開始覺得說 其實下層第一件事就是 那我們應該要幫品牌做CIM 就開始往不是只是做開店 就開始往真的更底層 他其實在乎的是會員系統 他在乎的是怎麼好好經營他的會員 了解他的會員 然後開始就開始轉型 轉型往這些系統走 可是這個東西就很有趣 他就會碰觸到真正的 真正的戰場 我來講是早期的CIM 通通都是地端 SAP IBM 然後我們叫SARS 我們後來終於知道我們叫SARS 我們在做Day1 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做的就是SARS 後來就出現這個戰爭 為什麼Sail Force可以開始起來 其實它是個雲端跟地端的戰爭 然後後來SARS這種Service方式 開始拉起來之後 他就開始去PK掉 越來越多這種 原本都可以的 那以至於B的所有的軟體公司 全部通通通變SARS公司 其實就是我們後來就 打到這個題目 就是我們就在做一件事 就是我把CIM給SARS化 它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我們其實沒有 其實早期的時候沒有發現 後來就抓到了這件事情 OK 所以現在就是在這個階段了嗎 這個已經是在五年前了 我們現在這個階段已經不只有這樣 因為這個就是很討厭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數位轉型 就是它會跟著技術的變化 就會發展很快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所有的Hotten 跟零收益都有關係 就是我剛剛講CIM 後來講Digital Marketing 對 然後後來最近前幾段期間 去年應該很紅的 就是什麼CDP啊 對 DNP DSP啊 然後後來我們玩很多的那個Blockchain啊 Blockchain 然後最近的AI啊 就是所有東西 最後都是要跟零收益都會跑來問我們說 這個我們可以怎麼用 所以我們通通都要幫 都要事先想到或看到 這個技術在產業內的應用 對這個品牌有什麼價值 所以我們很早看了CIM之後 我們後來就發現 其實我們幫品牌整理了它的線上購物 也開始 因為要做OMO 我們就會跟它的Pose整合 跟它ERP 也跟它本來CIM做買貴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說 我們其實最後就變成 一個Hob 那個First Party Data的 哦 品牌的First Party Data 對對對 但是我們當時不知道 後來就發現原來這就是 這叫First Party 對 然後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幫品牌做CDP呢 哇 所以後來 又蓋起來了 它就很自然就往那裡去了嘛 然後再來 就是後來發現原來這個跟我們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得要投資源去做 那你做CDP 你自然就會想要做一些 透光 Marketing Automation 所謂Marktech的概念的事情 那我們就開始也投資一些 Data Science幫品牌做這一次 然後就開始碰觸到AI 其實早期我們就碰到了 就是就開始會有那種 好 那我可不可以做Petition 哪些消費者會 真的總和率比較高 或者我做Recommendation 就是這個消費者想要買什麼 就是現在電商有時候推薦商品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Base上品牌自己的CDP 它可以做點什麼事情嘛 所以我們從開店系統 然後做Web 然後後來下層開始做CM CDP 然後就是開始碰觸到 品牌很核心的一些題目啦 到什麼題目 你知道我剛剛講這些東西 它都圍繞在人 圍繞在audience 圍繞在member嘛 這個是林社會最容易被理解 跟可能大家會碰到 看到的 可是你知道林社會最難的題目是貨 哇 所以現在要管物流系統 庫存 不是物流系統 庫存 是庫存 那庫存在林社會是什麼 是什麼 進銷存 ERP WMS嘛 可是又不是這個 OK 好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是 進銷存的存在是在於 人事通路這個基礎 對 這什麼意思 就是零貨兩器 所以我付錢 Post結帳 他就消貨 可是電商創造的一個很麻煩的事情是 那我線上賣掉之後 這個到底算不算是一個消貨單呢 我可不可以扣庫存呢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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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有一個中間一個貨態 他是很尷尬 對 對 對 傳統ERP 傳統的經銷存都無法處理這個 哦 OK 那他就會造成很多釣貨的困難嘛 比如說我們現在遇到最有最大挑戰就是 我們客戶 尤其是服裝業 我這一季的衣服這個尺寸就100件 我有70件門市 那第一件事是什麼 鋪給門市 門市是沒有貨 就是沒有業績的 對 你沒有給我貨 老闆你不要跟我壓業績 所以他們搶貨會搶得很兇 好吧 那鋪一鋪 那還要做線上購物嗎 線上購物剩下多少 所以常常有個狀況是 線上賣人好 可是門市庫存卡在哪裡 尤其是疫情期間 哦 所以老闆就開始動腦筋嘛 那 如何動態的分配這件事情 對 可是我的 他的ERP或WMS 其實對這件事情 他是無法去支援怎麼樣去動態做這個調貨 所以其實貨是一個很有趣的學問 在零售業裡面 我們後來一直往下玩 就開始玩到這個這裡去了 好 那這樣子現在九一有多少人 聽起來無敵多人吧 五百五十人 其實還不到無敵多 對 我五百 應該這樣講 我原本得 我預想答案以為我會是個 因為剛剛這樣 聽多一個名詞就多一百多人 對 就感覺會破欠 因為沒有 就做是一個很多要付的客戶也很多 然後樣態真的也蠻多 那我以前有一次我去開會 然後就 哇進去做好幾層 然後滿地都是人 哇這size 滿地都是人 滿地都是人 然後我想說 好像我們坐在地上 滿地都是人 然後我想說 哇這是已經幾百人上千本的規模了 但是因為沒有看到全貌 所以 嗯 好吧 那 所以反正我現在聽起來就是說反正會隨著時間 隨著時代的需要 不斷的 然後隨著客戶的需要 不斷的演進你們的服務的項目 那接下來呢 我要聊未來了 沒有我想 我想這個應該就可以停了 因為我覺得 怎樣 就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一直講下去 其實沒有 因為剛剛我們在講說 這就是一個 二十年的創業旅程嘛 對 對 所以你知道事後看其實很有趣啦 就是你 我們 我最早在做事情 跟現在唯一相關的就是網路 對 對 然後其他 就是一直演進的 你知道現在大家都 比如說我出去外面可能會演講什麼 大家講說啊 什麼電商專家什麼 我想說 這個都是一個叫誤打誤撞 因為 因為 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 我會進來 變成一個 零售業專家 對 就是這都是一個 過程 就是在找 只是為了要survive 然後找到 然後我錯失了好幾個風口 要不就做太早 要不就是做太 野心太大 對 然後做到 後來才越來越抓到那個 感覺 感受感 這樣子 嗯 好 那我得就是 我們預先有問一兩題 就是 因為現在已經超過一個小時 超過了 超過一個小時 對 沒有 沒關係 第一題是 就是假設 因為我最近有 我講了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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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秘訣 小秘訣 比如說 這個如果你今天要賣給 你的公司裡面 如果要想給外資投資 或者是買的話 那你的公司登記裡面 最好不要有J3系列 就是出版業 因為出版業會被文化部管 所以你要賣掉的時候 投資的時候 你這個案件是要過文化部的 據說 這個省的時間非常的長 可能一到三個月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你要拿這個錢的話 最好如果你沒有真的做出版業 你先把那個版號先給拿掉 那這是一種 然後另外一個是比如說 你如果要快速擴張 比如說你是個很厲害的 Foundraiser 就是你拿到錢 你拿到之後呢 你就是要快速的Hire人 那你最好第一個 這是國外講 那細谷講 那就是 你就最好Hire第一個員工 其實是HR HR會幫你塞履歷看履歷 然後約時間 然後排後面的 比如說Onboard的事情 這個HR會處理掉你 省掉你很多時間 好 這是一些 我所謂Best Practice的東西 那你有沒有一兩個這種東西 創業小秘訣 就小秘訣 就是你覺得 忽然間覺得很Key 但是沒有什麼 但是又好像 常常看到人家才到 就是才到之類的 我倒沒有這麼 DETAIL 厲害的東西 但我很想要分享一個 我自己現在的心得 OK 就是說 夥伴很重要 OK 好 這是什麼意思 他找Steven 所以 頂級 沒有沒有 頂級 頂級 對吧 對 沒錯 你會說 你說不嗎 對 但是 但這個 我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也都 從事後看有蠻多環節 都會讓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關鍵 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朋友 都是有不同的partner 那因为这个旅程真的很长 我不得不说 那每个人 再厉害的人都有他的盲点 或他的 偏好 他的周期 周期是指说人会累 所以partner是这样 partner就是 你有一个partner 你就会扛一下 大家会互相cover 而且他要互相cover 那个过程是要有默契 而且你要知道 大家就在这个旅途上 就是真的就是partner 所以你知道 我最辛苦的反而是 做soho那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partner 你就你不能休息 你只能自己做 可是后来的几段旅程 他其实都有partner 而且partner 真的扮演很好这个角色 就是大家会 你累了我顶一下 我累了你顶一下 然后大家会互相知道 对方的强与弱点 然后就会 大家就 好的partner是大家补 会补得很好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 真的自己不是万能的 可是这种team up的感觉 在跟partner这种过程 是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的 去对比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遇到过一些 朋友啦 就他们的partner就是 雷 是雷 或者他是一个叫做 他是在内耗 你会心力会更累 那我后来回头想 我就觉得很 我一开始不觉得 这是个很厉害的事情 可是后来 当你回头去看 这个所有的 我的过程 你说跟steam后来这样 其实没错啊 我们也是一个 很好的互补 或者大家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默契在 那大家有各自的强项 其实他都 就觉得好像 自己很多后来 觉得理所当然了 可是后来发现 听了太多故事 就发现 哇这件事真的 不是理所当然了 所以我现在遇到 很多新的创业家 我就会观察 他们跟partner 互动的关系 因为我后来 都跟他们提说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因为除非 可是可是 可是这已经是 木已成舟了 你如何在 那之前 identify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能分享 你不是叫我分享一个 OK 对啊 心得 心得 那还 但是我只能讲说 所以 就是真的不合 就早点分手 对对对 就是 fail first 合则来不合则去 因为不然你公司变大 你有资本 你有一些厉害关系 你要拆伙会更难 对对 其实我 我真的是自己经历过 然后又看到很多伙伴的故事 其他其他故事 公司的 公司故事 你就意识到说 其实事后看自己很幸运 所以我现在想要分享 这个是因为 因为的确我现在就会碰到一些新创 他们就卡在内耗 对光这样抢斗位置啊 斗要做什么 倒还不是斗位置 就是他们真的就是观念不合 他们不应该在一起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真的是 早知 结婚的感觉 创业故事就如同婚姻 那我就会想要提醒了 因为这个它会变成了你 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 因为还有就是你知道 我们现在常常就 我现在我们公司比较有关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讲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其实大多数的公司都是死在自己手上 就是不是死在经济队友手上 同意我同意 所以其实其实我们 我现在这个感想回到公司每天的日常 我几乎都在看这个事 就是大家要真的是听了 你不要花力气再处理内部的相对 你应该是把力量集中起来 那你如果没有 人多真的不是重点 因为人多如果大家不是在拔河 你知道拔河是所有人都要往同一个方向吗 人多如果是分散的就会 分散力量了 就会跟那个 那个剧 犹豫游戏 犹豫游戏 是会死人的 人多为什么会死人 因为花很多钱 好 好 那我最后最后最后的问题 就是说我会输的好了 你最过过去的三年到五年内 你觉得最值得看的一本书 或者是你觉得最有最好的一篇文章 或者是一个说书的节目都可以 我之前看你 听你的 你们不能 发现都有这一把 对对对 但我必须要说啦 因为我还蛮同意你现在之前几集 在讲出发业生意的事情 因为真的都很分散 所以我现在几乎东西都是Rewise 哦 好 结论推荐Rewise 对因为 因为 太多了 资讯量真的太爆炸 你已经无法就是一本书 那我反的很有趣 我不是不看书 我不懂 OK 但我看的书都是小说 你知道它已经变成 看书变成一个 因为你要吸收资讯已经不是冠冠军看书了 那反而是你我把看书 我是有买电子书的 我像我用Cobo 那我都是看小说 对那假如它就变成一个休闲了 对 懂 对 OK 好 那算了 还有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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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什么 因为上次我跟Richard有聊到 你说你有看过他去做了分段环导旅行吗 对啊对啊 最后一点最后一点 就是说你怎么实物上怎么做 你知道就是 其实是这样啊 就是说 就是公司上市之后 很多人就问说 那你现在在忙什么 可是事实上 这也很有趣啦 就是 就是忙着把公司带向下一个十年啊 因为毕竟 呃还是要让公司可以继续大 有去经营啊 对啊 所以现在 麻烦的就是都是在面对那个 EPS的挑战嘛 你怎么样交出YOY的类数嘛 不过后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 呃在上次之后 我我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 就是整个人变轻松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之前欠了很多钱 可是你知道突然 你把 第一个还有你还欠什么 一个最大的 人情 不是就投资人 对对对 我的语线还是有投资人的啊 所以 多久了 就是大概 我看一下大概十年嘛 那我终于让他们 对他们有交代 你知道就是你把所有事情 在财务面都交代完的时候 人突然变轻松 然后就生病了 就是就身体就 就这个就 放松下 就开始出现一堆状况啦 然后就开始意识到说 你知道这二十年 都没有好好看待自己 然后就开始回头去想说 要 hack your body 嗯 然后 那天还在跟 Fox在聊天 我就开始 因为你就跟创业一样 你就得要想 你要管理自己 你要先 可以 了解数据 对 所以我就 开始做了很多 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就是让 整个身体的 都是数据 然后让他可以管理 然后就开始想说 那我来设目标 你知道 所有创业人 就会想要做 你就开始把自己的身体 当做一个创业的 对对 的地方嘛 那你竟然开始 关注身体 那我就得要有目标嘛 那我就开始设立一些 有趣的 所以我就 从去年开始 因为我 我就看到那个 Richard在分享 他在分端 突破环岛 我就发现 这个好玩 因为其实老实讲 你也没有什么时间 好好认识 台湾这个土地嘛 然后这又是一个 很好的运动 因为 我因为身体有些状况 所以我其实没办法做太机 可是走路 我很喜欢走路 然后走路又去看 看台湾 其实很好玩 所以 我就尝试走一次 就上瘾了 然后我就开始 每个月 我现在至少每个月 一定要走一段 走一段 然后从一开始 只能走十公里啊 甚至我记得最早 只能走七公里 就有点不行 那我现在他一段 可以走到二十公里 这样子 基隆走到台北 对 然后就觉得 这个 这个 蛮有意思的活动 当自己开始 对自己的身体 设定一些目标 就把自己当做 自己在hack 自己在做一个创业 这样子 一个人走吗 一个人走 OK 好 好今天很开心 Happy跟我们来 我们大概 再花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超时 就是 没有没有 没关系 就是反正 这就是我们分享 然后我觉得 就是非常的精彩 知道很多 不知道的事情 谢谢今天Happy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